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的 这次因观众留言要求来试读 本来以为是台湾出品 吃完顶多胃痛 结果根本大绕赛 早知道就不该吃了 吞食天地放置版 这款游戏有另一个名称 这个三国很好玩 游戏IP为网榮授权 开发商是无线制作所 Infinity Fund 发行商为9xPlay 无线制作所是真好玩于去年8月20日正式成立 实际上该团队是来自2019年就炒创成立 而真好玩的评价也是一言难尽 我不小心就找到了关于员工的匿名评价 看完以后真的是笑到不行 就是典型的冠老板公司 而公司的关系企业也告诉了我们 100%的投资上海真好玩 所谓的研发公司 其实就是专门制造换皮游戏 这公司跟某些代理公司基本上毫无区别 只差在持有不同国籍的身份证罢了 而这边也篇文章 已招揽超过百人的专业研发团队 平均游戏开发之力皆超过10年以上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假定为真吧 我就想问了 这百人平均有10年之力 多少也玩过几款游戏吧 这游戏主打放置加养成 是个很基本的游戏玩法 但都已经这么常见 且市面上已经有不少范本可以参考 却还是可以做的这么有特色 过场 卡 抽角色 卡 战斗 卡 点击 卡 甚至打到一半直接卡死 只能强制重开等状况 整体就是 Lag卡顿 断线 画面错乱 低阵数等Bug一大堆 这真的是我最近玩过的游戏中 综合体验最差的游戏 甚至比那些中国的量产还不如 我祖传豆豉版仙剑吉侠传 都比这款强N倍 难道这款游戏上架前都没有人试玩过吗 还是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而既然敢这样交券打分 就不要怪别人无情喷你 本来我以为这游戏 是不是没经过太长的测试 被急着上架导致品质不良 结果 这游戏两年前就开始合作立案 而且封测是去年10月29号 经过半年了 却还是这样的品质 那些号称平均10年之力 难道指的是 空降不做事的牢屁股 加上大学毕业生 年资并不等于之力 懂得都懂 再来 这游戏除了吞食三国的IP 跟Made in Taiwan以外 有哪些玩法是创新的 放置、闯关、爬塔、养城、PPP、捕捉等 都是借鉴市面上常见的游戏内容缝合而成 就连Lag加断线 在十多年前RO就超前部署了 而立会、建模、音乐也没特别优秀之处 还是停留在老时代的模样 整不考虑去买中国现成的模组回来换皮算了 说不定买一送一续作成本都省了 另外有一篇采访文章有写到 双方研议两年 投入50人 耗资1.2亿 预计投入5000万行销 希望在第一个月能有6-8000万的表现 百人团队缩水砍半 这也没关系 毕竟加油天处很正常 实际上真正参与开发的人肯定更少 而至于号称投入多少成本 我都当笑话看 可能80%的投入都花在20%的高层酬佣 压榨20%的员工制作80%的游戏内容 另外20%靠玩家课金来解锁 多少投入就会有多少产出 一切都会反映在最终的结果上 但就目前游戏的质量 进军海外也是炮灰 我们做的不只是游戏 而是创造无限的欢乐 这段来自制作团队的字界 现在在我看来也只是显得讽刺 我之前介绍过台湾制演的游戏 Timesia 记忆边境 这款魂类动作游戏 开发商是极度边缘工作室 他们只有6个人 真的是一个打10个还有剩 而且并不急得上架作品 选择跳票继续打磨 结论 吞你的时间放你的断线 如果各位想修炼心性 可以来品尝这款游戏 我一边写稿一边玩的当下 真的是无畏杂成 负面情绪一直涌上来 想说难得的台湾游戏 应该寄予期待 给予包容尊重 但当我想起那些员工的评价 然后低头看到这不断loading的小马 我最终放弃了思考 这游戏就如同这小马 向着无法触及的梦想 往韭菜园里拼命奔驰 我傻傻的下载是美丽的错误 最终是错付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Minder 我们下次见 掰掰 请不吝点赞